中年庆 心意新天地 扫光1.6万组美妆 你看看你看看 这是什么情形啊 以下是中年庆 抢购化妆品重症之一的 台北新光三院 心意新天地 昨天开打首日 当日吸金超过8亿元 成把全台百货公司 昨上午11点开店前 招依有近千人排了龙 开店后 人潮向准攻击目标 述通各化妆品柜位 抢明星特会组 百货买器宣洩大爆发 看起来像是不用钱一样 其中限量340组 下杀4.5折的SK2青春精华组 15分钟扫光 民众抢购后 意外发现有隐藏版赠品 一直说超划算 买得很过瘾 另一3C加码推满万送千 另外配昨天狂卖450台 业者开心表示 第一天狂卖1.6万组化妆品 业绩较去年同期成长12% 创开店15年纪录 预计明天周末人气 买气更惊人 之前已经花过一只 所以应该还好 今年星光这边的折扣 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 台中星光三月中港店 周年庆10月初开打到28日 号称业绩目标要通道32亿元 为全台13家连锁店之冠 买气也是不容小觑 今天有大人哥陈柏林 到场炒人气 不过记者也直击一名富人 趁周年气人多闹哄哄 偷了两袋衣服 贵姐发现报警 富人变称这些衣服 是在跳蚤市场买的 但上面还有标签 当警察要上锁铐时 富人还装病 也在昨天登场的 高雄汉神巨蛋周年庆 化妆品满3000 送300元商品券 送出最大奖 市价129万元的Volvo进口名车 谁说景气亮蓝灯 瞧这些主婦们买得多开心 逛一下大概七八件吧 七八件 总共花多少钱 五六千块 董新闻综合报导